記罪文五 各位同學,今天繼續學習記罪文 題目是一件艱難的任務 我們已經寫到第八段了 至第五段至第八段 倒序過去的事現在 文章應該到達了現在 將我們回到現在的時段 對,我勸結了的自治信心 過去一星期,這項心情一直折磨著我 使我覺得在台上的紅便韜韜是不可能達成任務的 十時間我覺得自己要從那種消極的心境之中跳出來 直接面對眼前的口言 本段描寫個人心境的有什麼變化呢? 是描寫了自己領活到一直以來的訣伐信心 要鎮座起來,積極地接手挑戰 者女為行文鋪好路 表示自己賣開成功的一大步 在演練的過程中 同學都有很好的表現,輪到我了 我賺起來,心中想起昨天晚上鏡中的自己 想起老師的教訓 也想起了同學們的努力 我開始表述自己的立場和意見 羅列證據 加入辯論 一整晚的苦練沒有白費 我的說話從沒有折磨流長 我的語言有如河水一樣流動 我的語調隨著內容和成水而起伏 我越說越有信心 內心的憂慮一掃而空 這一段聚述了事件的轉折 我由最初憂慮變成自信 我之所以有這麼好的表現 是甚麼原因 就是受到老師的教訓 看到同學的努力 握上自己的認真練習 我結束便說之後 同學們都報以列列的掌聲 張老師又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家寶說 好 修端 很有見地 真想不到你的慈蜂者摩 瑞妮 對 反方一定及他刺過痛快 又能附和著 說 我看著張老師 他的眼神表示加許 說 今天大家都很有很好的表現 尤其是修端 他發揮了自己的智能 加上不斷改進與努力 證明同學選他出來是很有眼光的 但斷換了甚麼描寫手法 描寫我的優異表現呢 運用了間接的描寫手法 短中的描寫了家寶有寧張老師說的話 是透過別人的讚賞 突顯我的優異表現 此外文中有描寫了老師的神態 張老師也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他的眼神不能加許 側面顯示的就是他的十分欣賞的表現 就是這句 這一刻 我彷彿和同學用為一體 有說不出的滿足與快樂 張老師我真的感激你 你說 面財其實是黑虎斷亂出來的 今天我終於明白了 本段是描寫自己的心情 表達與同學合作 無間的暢化 並回想將老師的教訓 呼應第六段 表示要完成艱難的任務 必須有黑虎的斷裂 文章到此 可以帶出結局的了 我們可以留到下一次再討論 我可以不會有些人 我可以把我打招呼 那天 請問他們 要是一個 就負責 他說 在這段時間